主席 好謝謝主席 主席麻煩一下要先請一下我們部長 請經濟部政部長 市委員你好 部長你好 剛才有好多委員 包含著剛才的邱委員 還有好多的委員都講了對中家案的一個看法 剛才有講過了說 我們立法院 我們的決議 你們會不會遵守 立法院決議一定要遵守 好 我剛才我在這邊我要回應 也要回應一下剛才陳明文委員所講的 我在這邊也希望我們的馬總統 不要再繼續下指導期 畢竟你已經快屆滿了 剛才陳明委員講 他透過了陳昌明 陳昌文陳律師 他所寫的一篇文章你有看過嗎對不對 是 他裡面明確的指出說 立法院所做的決議 只屬參考性質是嗎 立法院會做的決議應該不是參考性質 對啊 那他為什麼要這麼說呢 他學法力的他難道不懂嗎 所以我在這邊明確的講說 為什麼 馬英九總統到這個時候了 你還在繼續下指導期 根據我們的憲法第五十七條的規定 行政院 需向立法院負責立法監督行政 沒有錯嗎對不對 好 而且在司法院的解釋大法官裡面的解釋案 419號裡面所說的決議的內容 他是明確的寫說 立法院所做的決議 行政單位必須要完全的遵守 這應該沒有錯吧 有 所以說 好 在這邊 而且我要跟你講 在解釋案裡面的520號裡面所講的 立法院 對國家重要事項 有參與決策權 也就是我們 可以決策 可以參與 所以我在這邊 為什麼要跟部長你講這個 就是說 針對我們立法院所做的決議 也務必請行政單位 要來務必要遵守 不要所說的尊重而已 是要去遵守 而且我要講的 尊重不是放在嘴唸啦 是要放在心裡啦 就像禮拜一我講的 你看 連這個什麼 中友都已經偷跑 一個六百億的重大開發案在偷跑的 你說 這個 對我們哪有尊重 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多少的行政單位 都是自一萬為 所以在這邊 我真的要呼籲一下我們經濟部 一個中間案這麼大的案子 一定要審慎 而且 從遠傳的一個背景 背景裡面來講 我覺得更加要審慎而為之 包含著什麼 如果講到遠傳 剛才廖國登委員講了遠傳 遠東集團 這麼多的 在台灣這麼多的一個事業裡面 你看有多少的爭議性 包括連太平洋收購 到現在都還有爭議 對不對 剛才廖國登委員也有講了 就我們的商業性質裡面來講 假的東西不能登記 從法院的判決裡面 這個爭議案 太平洋收購的爭議案 從一千萬爭議到四十一千萬 這個是假的行為 而且是刑法判定了 但是你們現在 你們現在到最後所講的變成說 最高行政院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我們不得不遵守 我跟你們呼籲一句了 也跟我們相關單位講過了 不要忘記 行政法院是行政救濟的一環而已 不要忘記了還有刑事的判決 難道就只有刑事的判決可做依據嗎 那如果這樣刑事的判決 都忽略的話 那我們的行政單位 到底你們的肩膀有沒有夠承擔 實在是令人質疑 所以部長 這麼多的委員建議 中間案真的一定要審慎而為之 剛才也有講了 如果律法院有做了決議 我也希望我們行政單位 不要恥意妄為 而無法無天的另外的有所作為 好不好 這一點我希望你們要做到 好 鮑威 兩件事情我很快跟您報告一下 那個 李律律事事務所有一個位律師 不是陳長文 陳律師 我要講的是 總是在下指導期 唐發如人不是不知道這個規定 我想還是要幫總統澄清一下 這個不用澄清 這個司馬招之心 柏長 越澄清是越糟糕 沒有啦 他一個律師的意見 也不要抗到總統那裡 這個我打你講的 跟剛好過年都找他 八個十五個都中秋 騙鬼沒吃水 莫名其妙他發一個律師 他發一個這個文件出來 他學法律的不知道 這個不要去那個嘛 不要去騙人嘛 所以說這種東西是越描越黑 好 部長你先請回 來 NCC 請主席請一下NCC副主委 請NCC副主委 好副主委 好 好 中家的一個案子裡面 遠傳他承諾 並中家以後 他有好多的彈書嘛 對不對 是的 為什麼要有那麼多彈書 就是外界很多的疑慮 當然 你們說你們都專業在審查 所以就要求這些 要求這些 所以我是董事長 我就希望說 我可以拿出多一些保證嘛 對不對 齁 但是娶婆一定保生好生 娶老婆一定會生兒子嗎 不會吧 他承諾的事項一定要都做到 一定要做到 但是講到這個重點 你們有沒有真的很專業的審查 他裡面有沒有一項承諾 說 遠傳承諾並中家以後 他的光節點 會從現在的幾點服務 500點 然後 降到300點 300個 對不對 是 好 那這個承諾你們接受嗎 我們 接受他的20項承諾 接受 所以你們說你們有專業 你們也拜託 不要做過 不要做過優雅電視 這個承諾你們 隨便講一講 你們就相信 這個承諾是什麼 是一個落後的承諾 你們知道嗎 有線電視現在的光點服務現在多少 知道嗎 他的節點服務人數多少 來 台南新永安是多少 沒人有再來回答 那你們叫專業 那個台南新永安已經完全百分之百數位化 那個中家還是有許多還沒有完成百分之百數位化 沒關係 我剛才為什麼講說他們是落後的承諾 從500個服務人 500個節光點服務 降到300個 就是說 給我給我給我 萬分五百 好 我現在給我三百 副主委來 跟你報告訊息 多用電視好不好 台南新永安 他現在的光潔點服務是150 雲南台灣 數位光訊 他是110人 凱博4000多少 170 就獨獨遠傳 他跟你們承諾 說為五百跟三百 開玩笑 三百那是貌到榮譽的 還不要說他禁五百 那你們同意 那進步在哪裡 他只是比500進步 而且這個承諾 所以 所以我要跟你說的嘛 比五百進步那莫名其妙嘛 五百進步到三百 人現在就存百 他存百一 你們不敢說 你們要要求對人給對 你們這樣叫做也相信 所以 專業在哪裡 副主委 越說越漏氣啦 我要講的是 真的 他的承諾 倒退的承諾 連你們這個都沒有 站在專業的角度 在審查了 你們還敢講其他的 這個 這麼小的一件事情 這麼小的一個事情 從五百承諾到三百 你們現在不知道 說人進步步已經到哪裡了 那你們也給他答應 所以我要講啊 專業在哪裡 這麼小的一個點 你們就沒什麼注意啊 你們就沒關心嘛 你們關心的是什麼 所以我在講嘛 這裡面是不是藏的 有多大的秘密 為什麼這麼外界質疑 對不對 好 那個副主委請說 來 公民會主委 公民會主委 好像把你們NCC點 點這個一個小的細節 你們就沒知道了 還說你們 對這個案子有多清楚 來主委 主委 好 我先講中家 是 他有承諾不得 擔任半數以上 兩席的董事 對不對 對 而且不得實質控制 對不對 對對對 那如果他們違反呢 違反的話 照公平交易法39條 他的法律後果是很嚴重的 對很嚴重 所以 我要問你一下 如果合併了 很嚴重 我要重新再處分 叫他們疲開 抱歉 我們來 我們處理好了 你們也沒知道 我 剛才有委員問到 你們能怎麼辦 黃偉哲委員有問到 我做主席 我都很用心 聽我們委員在問 黃偉哲委員 有提到 那怎麼辦 你們就只有處分嘛 但是 處分的時效在哪裡 我先問你們一下 你們也要處理過 好樂迪跟乾貴合併案 對不對 現在咧 結果咧 他違法結合 我們就處罰 對 現在結果咧 延宕十年嘛 現在還在處理嘛 有沒有 現在還是處理 對 你講到重點了 如果他們的承諾不照做 處分確定了 對不起 處分確定了 處理多久了 這多久處理好 呃 來 郭久前 他曾經被我們處分兩隻 一個是99年 一個101年 對吧 一共處理多久才處理好 我現在說 處分是處分啦 你怎麼去跟他們做到最好的一個界定 剛才講的 如果今天 所謂的 中家遠傳 他承諾的是沒有做到 阿歡姐 快點 同意了 都一共合併啦 你們用最大的處分 我再聊 讓他們恢復嗎 合併了就沒再聊 恢復了吧 我們可以罰他嘛 另外就是可以 阿歡有什麼裸容 所以我要講的 是禁止他的結合 所以 你可以罰他們幾十萬到五千萬啦 對不對 阿罰了又怎麼樣 我這麼大的材料 我在怕你們發 對不對 所以 為了要訪外未來 為什麼要做專業的審查 對不對 所以要挑多自己的情感 要做專業的審查 對不對 主委 好 我今天 就是要從中家來衍生到 所謂的日系案啦 日系案啦 日系案的合作案 阿 補助補公喔 什麼說去排這個案 是在把他們技術卡關 這個絕對不會啦 我相信絕對不是 不是這樣子 這你也知道 我們委員會 一個禮拜喔 134在各委員會裡面 對不對 那一般 這次分配到是我 排經濟部跟公平會 對不對 林大華招委 他是農委會跟國華會 第一個禮拜 當然排最大部的經濟部長 禮拜一 不然 你們的業務報告 今天如果我不排 也明天要排 齁 那明天排了以後呢 總是要做業務報告 對不對 這是慣例 我總是不能說 因為 你們要去審所謂的 日系的一個案子 我跟你們跳到禮拜一 人家外界質疑說 欸 那我們好像在特地 某特地案件 在做所謂的處理 所以 怎麼說 人家有話啦 怎麼樣都有話啦 像今天的報紙 今天的報紙 你說 公平會嗆說 有特定人施壓 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報紙 也說 也說 如果說細品下市 對台灣會造成八大損失 還有八大疑慮 所以 我就在這邊 我要跟主委講 主委 今天這個 日系的一個併購案 對台灣的 影響真的非常的大 我只在這邊 要求 一點 真的 公平會在處理這個案子的時候 一定要跳脫個人的情感因素 而且要做實質的專案的審查 這點你們有沒有辦法做到承諾 我完全完全的贊成蘇委員的看法 而且我要跟你們說 剛才廖國東委員他有詢問到 要不要開公聽會 你說怎麼樣 你說你們已經開了好多次了對不對 我們已經開了三天了 好我要跟你講 第一個 你們實際只開過一次會 而且是秘密會議對不對 其實另外兩次啦 其實兩次是行政審查的一個形式啦 不對外開放啦 這個都你們的權責 今天我要講的是 我們希望 真的就如同廖國東委員講的 多開公聽會去 聽大家的聲音 今天的報紙有寫到說 我覺得你回答得很好 今天如果在3月17號來不及 不是你們作業來不及 我也知道你們都加班在做 連過年也在加班啦 對不對 是是是 你們為了這個案 所有的公平會的這些同仁 日以至夜的加班 連在春節期間也很辛苦 這外界都知道 為什麼要這麼做 只因為希望在3月17號嘛 但是你在報紙今天講得很好 那是你們送件的問題 不是我們審查的問題 所以我今天要跟主委你講 真的這件事情 要好好的審慎 而且要客觀 而且是專業 那麼到底 是合併好 還是要維持現狀好 我覺得有幾個點 你們真的要注意 請說 我怕我沒拿日月光說話 我也沒拿日平說話 只要是對我們台灣國家 台灣社會好 我就決定贊成 但是你們是獨立審查機構單位 因為這個案一決定 我相信你們現在都陷入兩難 所以我希望 第一個 能多開公聽會 多聽廣方多方的意見 當然你們聽了意見以後 你們不對外 去表達任何的看法 這是對的 因為你們也不要去受影響 但是可以廣受意見 在這邊我要講 就是說 你們現在 你們在科路 以前的併購案 你們現在 未來喔 包含你們來注意喔 未來你們所考量的 都是全球考量 還是國內市場考量 你們今天這間 有可能考量的 是要打世界盃的問題 那是要用全球考量 但是打世界盃 就只有一間可以打 兩間不可以嗎 三間不可以嗎 所以你們是用全球考量 還是國內市場考量 我的意思 不要 有好多的 不對等的條件存在 今天你們要考慮 第二 如果 沒有通過的話 是不是真的會影響到 台灣未來的國際發展 這個產業的發展 這個你們也要考慮 還有 這個很簡單 今天 國際下單都是採 分散風險嘛 對不對 所以他們這兩間 台灣都中了什麼 兩大一中三十四小 這兩間大間來合併料下去 在下訂單的同時 他會不會考慮到 所謂的訂單減少 而且兩間合併 會不會有所謂的 裁員問題 工作人員 是不是減少 對不對 而且 垂直的產業 會不會受影響 這個都要考量 而且 三十四家 在世間的 未來何去何從 我們要考量 但是我個人覺得 我們真的要去結合起來 要去打世界盃 但是打世界盃的方式 有很多種 但合併只是其中一種而已 所以 今天我要講 這個 兩大一中三十四小的產業 還有整個的整體 對台灣未來的發展 還有 合併了以後 是不是真的對台灣有利 還是說 不合併為止現狀 然後用政府的力量 更加積極的輔導 對我們台灣更有利的話 這才是我們今天 日系案 一個做決策的最大重點 憑良心講 主委 我也知道你要決定這很困難 所以 你報紙裡面寫的 有所謂的 特定人事施壓 我想 這個如果是施壓的話 應該有 不同的施壓點 有的人是跟你說 一定要合併 對不對 有人可能會跟你說 不能合併 所以你們現在都陷入兩難 所以我真的只一句話 站在國家社會 最好的立場 來做最後的一個決定 是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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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